哈喽大家好 我是环球意识 上期我们讲到尼比鲁的恩基和宁玛 也就是夫妻和女娲怎么造人的 以及他们造人的目的是什么 当人造好了以后呢 距今16万2000年前 太阳系形成了七颗星球 排成一线的直线天文器官 导致了各星球引力巨增 火星大气层遭到了巨烈火灰 位于火星的中转基地 也就被陨石给击毁 阿努王第二次又来到了地球 决定在地球建立直连母星的 大型空间港口 一座新的航天城 西帕尔就被建立起来了 他们实现了飞船直接 在地球和尼比鲁之间飞行 不需要火星中转站来停靠 阿努王安抚了地球上的阿努纳奇 说你们尽快的完成采新工作 早日返回母星 由于人类的繁衍 已经超过了挖矿的需要 大量的人类得不到阿努纳奇提供的食物 他们就开始外出巡食 在非洲丛林形成了一些原始不落 恩基决定教会人类自给自足 把农业和畜牧业传授给人类 阿努纳奇改良了野生的小麦 让他们产量更高 一部分的人类学会了播种 一部分的人类学会了牧羊 这个记载就解释了粮食的起源 我们吃的东西 从种植和收获需要一个很麻烦的过程 它不像普通一样 种子随着自然就生长起来 有些食物的种类是很难驯服的 比如说小麦 驯化小麦的过程非常艰辛 要耕田 要浇水 还要保护小麦不被破坏 还有玉米种子 稍微有点尝试的人都知道 你不去播种 这个玉米自己是生长不了的 蒲公英你种一亩 你不用精心打理 明年就会长出很多蒲公英 但是食物的种子 你种一亩地你不管 明年一颗都长不出来 很多种子其实并不符合大自然 但是如果说这些种子不是地球上的 是神带来的 或者是另一种生物给我们的 并且教我们怎么耕种 那其实耕种这件事就变得很简单 这也就说明了 为什么古代神话中有一个神 是专门教给人类耕种的 之后阿努纳其人在黎巴嫩就用巨石建了一个发射平台 平台是由无数块巨石构成的 后来罗马人进入这个地区 瞬间就被这个巨大的平台给震惊了 认为是神的杰作 并在当年的发射平台上修建了朱比特神庙 朱比特神庙它的地基就是当年的发射台 地基用的巨石每一块约中一千吨 这个重量放到现在你也够强能造成 有人想问 为什么以前神老有石都整容了 其实我们现在钢筋混地土的结构 没有人维护的情况下 几万年就会风化成大自然 能存在几万年以上 甚至几十万年都不会被风化了 就是我们最常见的石头 这也可能是为什么神要选择一些巨石 来建造自己的宫殿或者神庙 谁不想自己的家更结实一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 约五万年前 地球进入了莫茨冰期 这也是最近的一次冰河期 这段时间一直持续到一万两千年前 由于冰河期的到来温度下降 粮食作物大量欠收 阿努纳其的人工智能 就是一一级那帮小灰眼 又吵着要离开地球返回母星 一级一的老大 也就是恩级的儿子马杜克 在那时候还没有成婚 地球上已经没有阿努纳其的女性 马杜克就打算娶一个叫萨尔帕尼的女人 这个女人是一个人类 这件事遭到了阿努纳其众多领导层的反对 恩利尔更是不然大怒 他反对人神杂交 因为这样会带来基因上的突变 或者出现基因学上解决不了的问题 从这一点上来看 我们古代皇族不与人类通欢 为了保证血脉的纯净 很有可能是继承了阿努纳其人的传统 而且现在犹太人还是保持着这种传统 马杜克就以一级级罢工来威胁高层 因为他的小弟一级级 是航天基地和空间站的一把手 他要是罢工了 空间站就会瘫痪 恩级身为他的父亲 可能看到他这个儿子到了青春期 就比较旺盛的浴火 确实也该取提了 只能大让他的儿子与人类的女子成婚 但是马杜克和他手下有两百多人的小弟 老大结婚了 小弟也在结婚呢 就这样他们娶了人类女儿为妻 并生而育女 这些人神杂交的后代 就是圣经中提到的拿菲利人 巨人 他们是神与人的杂交产物 别看是杂交产物 圣经中还是把拿菲利人称为神 恩利尔因为阿姆纳其生出了巨人 就感到勃然大怒 他觉得这群杂交的产物 玷污了阿努纳其的血统 污辱了他们的统治地位 他就想把这些违背阿努纳其的人和异级级 强制迁移到两河流域的黎巴嫩高山上 还有一处只能用船通行的陆地 这个地方很有可能就是船中的亚特兰帝斯 之后就到了圣经中伊诺克的故事 他的原型是苏美尔王表中大洪水之前的第七位国王 恩梅杜拉娜 到阿卡德时代 他的名字用散主语叫恩麦杜兰基 苏美尼版传说中 他是一位最正直的人类国王 恩基和恩利尔都很喜欢他 甚至让他控制飞船 火箭和其他技术设备 最后恩梅杜拉娜成为了阿努纳其的一员 长期居住在宇宙空间战争 恩基一直用科学的手段让他长寿 圣经上这一段就是著名的与神同行 他的争孙就是地球上的诺亚 圣经对诺亚的祖父 他的记载是矛盾的 因为后来出主的以诺书 也能测方面证实这段故事的真实性 因为以诺书就记载了大洪水之前 以诺与上帝同行了三百年的故事 但是现在有很多人把它视为伪经 说这个记者不真实 但是苏梅尔创世七神碑 被西秦翻译之后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他跟以诺书描述的差不多 至于别人信不信 咱们这些低等文明 就不参与这些高等文明的家世了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 明天我们讲大洪水 谢谢大家 我看了 정말现在我们讲大洪水 我们都讲大洪水 你为什么要讲大洪水 也叫他君子 我跟赵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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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讲大洪水 我对你为赵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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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呢 你中国就完成大洪水